上一篇我们讲了《我是大侦探》叫《明星大侦探》的变化 目前,推理类真人秀只此一家 观众对稀缺资源的渴望,也造成审美要求越来越高 上星后,如何带着脚靠优雅起舞,是节目组期待解决的问题 您真注意在前,我真该如何超越一 嘉宾方面,缺少综艺咖,撒备您暂时无人可替代 第一期节目嘉宾,何炯,张若云,吴磊,韩雪,张天爱,邓伦 一,明显的湖南卫视熟悉的综艺打包套餐,综艺买衣送衣 除了张天爱,其余人都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其他综艺节目 按照湖南卫视签约惯例,一次签约两个综艺加一个晚会 二,演员居多,没有综艺咖,缺少综艺效果 综艺真人秀,无论是世外禁忌类,还是慢生活类 在嘉宾还不算熟络的时候,一定要有热场嘉宾 比如撒老师,鬼鬼,大张伟,小白 第一期嘉宾之间互动太少,搞笑全靠和老师一个人,太尬 我是大侦探嘉宾正容看下来的感觉是,无垒,幽默,但气场不够,暖不起来场子 张若云,冷幽默,能造梗,但不怎么能接梗 邓伦,能接梗,很有潜力,后面要多和何老师配合 张天爱,看得出来想演出搞笑的感觉 但是功力还不够,需要继续挖掘属于自己的风格 寒雪,冷美人,要放得更开才行 郁姐也可以有自己的搞笑路线 不过下一期大张伟回归,看看气氛会不会好一些 三,没有撒贝宁,整个节目思想高度降一层 没有撒贝宁的我真就像没有成名的非正式会谈 就像没有董卿的春晚,没有战促的饺子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撒贝宁之余明真的作用 不在于他出色的搞笑功力 也不在于他缜密的推理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在最后投票和公布结果时的精彩发言 率府有鬼时关于个人和民族的论述 恐怖童谣述说虐待对于儿童造成的影响 他总能将剧本中映射的社会话题抽屉出来进行讨论 把节目的思想性拔高到一个档次 上星后,撒老师离开节目组 拔高的任务就交给了何老师 数据有专攻 何老师所擅长的是煽情暖心的方式来剖析案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撒老师的作用还是无人替代 二,剧本方面,牺牲尺度 案情牺牲掉了尺度 第一案设定为人口失踪 类推后面应该是财产被盗之类的 投毒杀人事件估计不会出现 在这样的框架下 怎么才能使故事紧张出彩是非常考验编剧功力的 推理小说多以杀人案件作为背景 正是因为杀人案件给侦探带来的紧迫感和破案动力 是其他案件不能比拟的